一鸣二运三风水 与国欢庆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鞭炮生生除旧岁 除夕是农历一年当中的最后一天是新旧交替的日子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 其实有很多传统习俗和禁忌 除夕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 这样才能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顺顺利利 身体健康 裁员广进 除夕有六大禁忌 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要提前搞清楚 新的一年为家人祈福内祥讨个好彩头 一 除夕也不能关灯 从古至今 都有除夕也不能关灯的习俗 古代亮的是油灯 除夕也的晚上就要把燃油填满 让它亮到天明 而现在更加方便 只要不关闭电灯就行了 除夕也通宵不熄灯 北称北光年 彻夜不灭的灯光 寓意着来年前途光明 顺顺利利 二 别说不吉利的话 除夕也被称为吉祥也 要多说吉祥话 新的一年才能祈福内祥 尽量避免说出难听 不吉利的话语 否则会冲散家里的喜气 把财气都给赶走 在古人看来 除夕 春节期间说不吉利的话 容易让新的一年生活不顺 礼多人不怪 喜庆的日子 见人就说吉祥话 谁听着也高兴 别人高兴 自己也开心 能够把春节的氛围 烘托得更高 并且 除夕也吃年夜饭 需要添饭的时候 千万别说要饭 要饭就是乞丐的意思 也是很不吉利的说法 这一点千万要注意 三 大门不能倒贴福 绝大多数地方 都是腊月二十九 或者除夕当天 贴春联 贴福字 为了迎福那福 很多人喜欢在大门上贴福字 这样寓意着新的一年 更加有福气 贴福字 还有一种贴法 那就是把福字倒着贴 福到了 代表着福到了 不过倒贴福 也是有讲究的 大门的福字 只能正着贴 如果倒着贴的话 就是不愿意迎福那福的意思 因此 千万要注意 大门福字 一定要正着贴 四 不能够打碎餐具 在老人们看来 除夕当天 是不能够打碎 碗碟背盘等餐具的 因为餐具是吃饭的工具 象征着收入 如果除夕打碎餐具 可能会给新年带来不好的运气 因此 除夕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尽量避免摔碎餐具 传统的说法 如果一不小心摔碎了 也不用担心 可以用红纸 把摔碎的餐具包起来 念叨一句碎碎平安 然后放在神龛 神桌上面 等到初三再丢掉就行了 五 吃鱼要留头尾 在很多地方 年夜饭都有吃鱼的习惯 寓意着年年有鱼 然而 在吃鱼的时候 也是有讲究的 那就是鱼头和鱼尾不能吃 要留到大年初一才能以吃 这样象征着 有头有尾 新的一年衣食无忧 六 除夕不能乱倒垃圾 除夕当天 打扫的垃圾不能乱倒 否则就象征着新年的好运气 被带走了 大多数地方的做法 就是把垃圾放在指定的角落 等初五之后再一起清理掉 并且 除夕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在院子里面 燃放烟花爆竹 燃放之后的红纸会散落整个院子 增添喜庆的氛围 因此 很少有人会去扫院子 还有一些地方 有不能泼脏水的习俗 据说 这样会把污秽 泼洒到神明的身上 容易触怒神明 虽然这个习俗 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 但同样属于传承下来的文化 并且 现在住的都是楼房 污水问题 直接顺着水管冲走了 自然就没有泼脏水的问题 在正值新春佳节的除夕夜 举家团圆的时刻 只要在家中米缸放一宝 第二天就有横财降临 大米是如今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主事之一 虽说成米的米缸很小 但其实它在风水学上有大学问 通常 在风水学上米缸也象征着家宅的财库 其越满则代表着家人越富足 米缸在风水中有重要的地位 它被视为增加财运的重要物品 以下是米缸在风水中的一些要点 一、选择财位 米缸的摆放位置应该选择在财位 这有助于增强财运 厨房门45度的对角线位置 是厨房里的财位 因此建议将家中米缸摆放在这个位置 二、大米与红袋 在米缸内放入装满大米的红袋子 这象征着富饶和丰收 同时,这也提醒人们珍惜每一粒米粒节约财富 并象征着持续的财富积累 三、五星属性 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米缸五星属土 因此,将米缸安放在土当旺的方位 如西南边或东北方 四、是非常好的选择 然而,由于木能刻土 米缸不宜放置在木器兴旺的方位 如东方和东南边 个人八字命理 在摆放米缸时 可以结合个人的八字命理来选择合适的位置 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加财运的效果 总的来说 正确的摆放米缸并注意其风水要点 可以帮助您增强财运 那么,在米缸里放什么东西 招财又有好运呢 这一个宝贝就是铜钱 米缸放铜钱的习俗 起源于古代中国 在那个时候 铜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货币 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 由于铜钱的流通和使用非常广泛 人们便开始将铜钱放置在米缸中 以此来祈求财运亨通 生活富裕 这个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 成为了一种传统文化和习俗 随着时间的推移 米缸放铜钱的习俗逐渐发展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开始将铜钱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物品 赋予了它更多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铜钱代表着吉祥 财富和好运 因此人们开始将铜钱放置在米缸中 以此来祈求家庭平安 事业顺利 财运亨通 此外 人们还相信铜钱可以驱邪必杀 化煞化灾 因此将铜钱放置在米缸中 还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 米缸放铜钱的意义在于 祈求财运亨通 生活富裕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财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因此 人们非常注重财运的祈求和追求 而铜钱作为一种货币 代表着财富和金钱 因此被视为一种可以祈求财运的物品 将铜钱放置在米缸中 可以让家庭成员的财运得到提升 从而让家庭生活更加富裕和幸福 当然 除了铜钱之外 也可以放置硬币 米缸放置九个硬币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更是有好的运程 满这个字 寓意着福气多多 财气多多 很受中国人的喜爱 而米缸 在装入大米的第一天 就需要将米缸全部装满起来 同时 还可以分别用三个装上玉配 铜钱 红绳的红包放在米缸的底部 其中 玉配代表金玉满堂 铜钱 代表金银珠宝 红绳代表红红火火 这样一来 既能起到招财的作用 又可以让家庭之中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米缸放铜钱的习俗 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和习俗 更是一种文化内涵和象征 这个习俗体现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时 它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真实和传承 在这个习俗中 铜钱作为一种货币 代表着财富和金钱 而米缸则代表着生活的必需品 将铜钱放置在米缸中 寓意着财运横通 生活富裕 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真实 和对未来的信心